10月15日 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文化展成在浙江宁波正式节目 据悉 本次文化展成分为同院同行 中国佛教传承发展主题创作展 和和共生世界佛教文化艺术展 汉墨佛园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佛教艺术珍品展三大主题展成 以及须弥山和弥勒文化专题展 展成总面积约2.3万平方米 节目仪式上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盛辉表示 希望通过展成 让各位嘉宾产生共鸣 促进国际佛教交流 推动文明交流互建 真心希望 各位交给一个光赏 展成 产生共鸣 具了解 本次展成体现了规模大 档次高 原创性和数字化的四大特点 采访中 展成相关负责人代表向记者讲述了策划理念 这里边包括了非常多的艺术的多元的形式 比如说我们有传统的绘画方式 有国画 有壁画 还有一些是多媒体 甚至我们用设计的多媒介应用的方式 展现了一个佛教文化发展传承的整个的历史过程 用绘画的形式来展现给大家 其实能让大家更加深刻的 更加具体的看到 佛教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印度走到中国 又传播到海外